你也是 太冲动了 他们根本不是许问 是审问 那你也不能把警官证一摔就走啊 反正做一做了 他们还怎么着怎么着 你这个脾气得好好改改 弄不好 早晚弄我似的吃大亏了 明天去跟人道个歉 把警官证要回来 我不去 我看见他们就来气 幼稚 人家也是工作 要不然你绕个道 去找魏关长 是 内部的事还绕来绕去 他们这次经临的职 我怎么想怎么不对劲 你别跟着瞎沉 我看就是 行了 冯志摩那儿你派几个人盯着 一个 刚来的一个新人 胡闹 现在什么事都得请示魏关长 我干本调不动人啊 那你就去找魏关长说 就是人手再不够 也要盯住冯志摩 我说能有什么用啊 不信您去试试呀 盖你了 我把你老干 我年纪不小了 没时间玩那些年轻人的游戏 所以在做任何决定之前 有什么话我都喜欢说在头里 卢雅 我这把岁数了 今天豁出这张老脸 请求你做我的女友 不过有两点我要说明白 你听完了再做回答 说吧 有什么新建的 我都听着呢 第一 我们的交往要保密 起码在一段时间内 能和你交往 在江汉市都是莫大的荣誉 会引起关注 尽管我承认 我无法抗拒 对你的喜爱 但我毕竟是个老派人 不喜欢张扬 这个我能理解 第二点 当年在部队我受过伤 所以 在某些方面 可能无法满足你的正常需求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我无法忍受 你就这么古古丹丹的一个人 您好 老魏 我正要找你呢 有事 我听说 你要从方处长那儿抽调人手 老官 冯志摩现在安兵不动 人不能都在那儿盯着 别的案子也要人吗 老魏 这个我不能同意 这个案子很重要 需要人手 我们顺着冯志摩就可以摸到尾 老官 506的案子 你就别操心了 这不只是506案子 还有更重要的案子 更重要的案子 那立案了吗 老官 一个没有立案的案子 占用了祭司处的大部分人马 你说我能同意吗 是没有立案 难道我们要等他们走私成功 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之后 才立案追查吗 老官 这些事 你就赚事别管了 我跟你说这些 都是调查组不允许的 突然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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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并且 roots散开 举报信查得怎么样 郑印平收条上的笔记奠定 已经出来了 你看 我们把郑印平 收条上的签名 和他以往的笔记 进行了比对 结果显示是同一个人 这样看来 郑尹平的确签了字 收下了卡 有多少领导干部 出现过这种事啊 医生的清明 回在了家人手里 郑尹平他不是这样的人 他不可能收这么多钱 有一点我非常了解 关汉生和郑尹平恩爱了一辈子 他不可能手里 攥着这么一大笔钱 不给他老婆治病啊 看着他老婆死啊 他连自己房子都卖了 可这个事实 我们如何推翻呢 卫官 现在我们必须 要对关汉生同志 进行全面调查 这也是对他负责呀 好吧 那尽快开始 但是我有个条件 怎么 全力开展调查 速战速决 如果查不到实际证据 调查立即结束 给关汉生同志恢复工作 同时 一定要查出举报信的来源 卫官 你这是讲了三条啊 头两条呢 还好办 我这儿抓紧 尽快拿出结果 查无实据的话 组织上不会远远他的 自会恢复他的工作 至于查举报人 那你是知道的 这不可能 总署是有明确规定的 那如果是诽谤呢 那当然 不过 不是现在啊 这就是我们最近的汇款清单 你买这几张 先看一下 你们俩这几张 先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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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我们顺着复印件上的卡号查到的汇款人 也就是说是杨刚 向那张银行卡上汇的钱 你听说过这个人 没有 杨刚是谁啊 据查本事叫杨刚的人 一共有九十二人 排除掉通生一体字 还有十一人 不过我们锁定了一个重要嫌疑人 他是东方棋配厂的会计 汇款单上的字迹呢 已经进行了比对 是他的亲笔 为了进一步确定呢 我们正在调取汇款当天的 银行监管录像 明天就可以看到 就是说这件事情 还牵扯到东方集团 刘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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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让我回到一点 再放 停 是他 是阳岗 是 举总 到底什么事 我那边还有事呢 等等 马上就到了 谁呀这么神秘 他们到了叫我 你先等等 你要这样的话 我找人控制住你了 我怎么了 你坐下 坐下 我只问你一句话 上个月我让你 往三连扎钢厂 汇那一百多万货款 你会了吗 会了 真的会了 当然 我去看看 请进 居总 人来了 居总 喂 管 好 喂 你介绍一下啊 这位是总署调查组的老唐 你好 你好 这是老苏 他们有些情况 要找你了解一下 你是阳岗 五月十号下午三点 你在什么地方 忘了 我提醒你一下 你是不是去了银行 去汇款 你把钱汇给谁了 三连扎钢 不信 你问居总 对 这是我们一个零件供应商 你是不是把钱 汇给郑林平问 这怎么可能呢 我们有证据 水 这事很简单 你们和三连扎钢联系一下 就知道我会了没有 对对对 打个电话就都清楚了 我等着 王厂长吗 我是居永昌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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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你一下 上个月给你们那个货款 收到了没有 我早就收到了啊 是这么个情况 我们现在正查账着 你能不能把那个 盗款回职给我递过来 好好好 谢谢啊 已经收到了 回职马上递过来 我不喝了 我不喝 我得给俊勇茶打个电话 干什么 我往外跳还来不及呢 你还往里掺和呀 杨岗是个小角色 我估计他也不可能 有两个一百万 分别往外挥 这影评卡里的钱 要真是他挥的 居永昌脱离不了干系 这也不能证明 就是居永昌干的呀 一批糊涂账 老关要是真拿了这一百万 这四八万就大了 我还以为你不会来呢 这是我给你点的 最近没什么事吧 过得还行 你指的是什么 你和你爸 谢谢关心 说你别这么跟我说话 阴阳怪气的 你有话就说啊 有什么不痛快的 你就直接说出来 我约你出来 主要想让你开心一点的 开心 一杯咖啡就开心了吗 知道我今天为什么会来 我有些话 希望你能回去转告你爸爸 说你别这样 我们是邻居 门挨门 你有什么话 不能直接上门说吗 你这么见我 我真的受不了 不管怎么说 我爸跟关叔他几十年的交情了 我爸真的不会相信关叔他 不会相信 调查就需要全面停职是吗 你知道我爸爸每天都在干吗 他每天都不知道 拿什么文件去上班 或者说是什么都不拿 因为他没有 调查这么久了 一点结果都没有 你爸爸最信任我爸 他有哪一次拎着酒瓶子 到我家来 跟我爸开诚布公地 好好聊聊 你要说说信任的话 我相信所有的疑虑 都会瞬间化解 可惜没有 说你过分了 那是纪律 你不会脑子发热到 连这个都不懂了吧 对 纪律 除了纪律还有感情 除了纪律还有方法 你说得没错 消除疑虑最好的方法 就是信任 你爸爸口口声声说信任 为什么没有任何行动 为什么 我来告诉你 因为江汉官只能有一个官长 你胡说什么 我没有胡说 不信你自己去江汉官 转一圈看看 你去听听别人的评价 听听别人的议论 我们这样的一个家庭 就该得到这样的结果吗 我妈病了 我们差点连房子都要卖了 我爸受贿 这件事还有谁 比你爸更清楚 你告诉我还有谁 没错 我该理解你爸 我该信任他 可我怎么理解他 我怎么信任他 你教我 我妈走了 我爸因为我妈 而被停职 被调查 你觉得就算个铁人 他能扛得住吗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 我爸一辈子就这么晚了 我不是威严耸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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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呢 你妈交班 就咱们俩吃 来吧 我不饿 吃过了 你吃过了 你看我特意还烧着猪蹄呢 那不正好吗 什么正好啊 祝你步步高升呗 晴晴你瞎说什么呀 什么步步高升啊 回到家还不让我安你 亏心了 我亏什么心啊 爸 外面人都说了 你为了一个馆长的位置 你就 你这都听谁说的呀 就为了那么一个芝麻大点的 管你知道吗 晴晴你别说了啊 外面人怎么说 我不计较 你是家里人 以后不许再说这种 不着编辑的话 在你爸的词典里 没有亏心两个字 懂吗 那你干脆把我嫁了散了 你不要把我当家里人了 你就是嫁到天边 也是这个家里的人哪 你现在 你叫我嫁给谁去啊 小庄都不要我了 他要跟我断绝关系了 我嫁给谁啊 妈 怪不得回来阴阳怪气的 拿你老爸当出气筒啊 还关调查组吗 昨天晚上有人给我打电话 不让我见你们 家也被翻乱了 我很害怕 要出去躲一段时间 我不能跟你们见面 又不想别人误解 但是我必须说明一下 一 我没有汇坑给郑武平 二 那一百万确实会给了三连扎干 我是东藩集团的会计 所做的一切都是机种的指示做的 请你们相信我 到死都是这句话 我belang 我belang 鞠总 鞠总 你可以走了 怎么了 不问了 你先回去 有什么需要的 我们再通知你 别 你们接着问吧 这事一定得问清楚 要不行就把杨刚找来 当面对治一下 是不是我让他把钱 打给三连扎钢厂了 杨刚已经失踪了 失踪了 你们是不是觉得 找不到杨刚 我居永昌就得背一辈子黑锅 可是你们想过没有 三连扎钢厂到款回职 已经确认过了 你们怎么 季总 昨晚你给杨刚打过电话 打过怎么了 过后你就出门了是吧 你看你这话说的都 几点了我还出门 我上哪儿啊 我睡觉了 那你确定没有离开过家 我确定没有离开过家 你问我老婆还有孩子 怎么了 没事 没事 就这么放他走了 不放他走又能怎么样呢 非要他承认 另外弄了一百万 汇给了郑尹萍 那杨刚怎么办 一定要找到他 否则无法立案 来 喂 老橘 喂 老橘 老橘 你怎么来了 走 到我那儿去 没事找事他们就 哎 他们不让我跟你接触呢 行吗 查到你那儿了 是 老橘 老橘 咱们交往这么多年了 你得跟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给你嫂子送钱了 关华盛同志 对不起 因为菊总正在接受我们的调查 所以你们两个最好不要接触 来 张总的这部占领人士高地 可谓是千呼忘唤的 现在终于布置印刷出来了 可以说也是我们社里的荣幸 我想每位读者朋友们 都能够通过这部书 从中能够读到 而且感觉到 在如今这个大的时代背景 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是如何敖战商场 运筹帷幄的 书中除了那些或冷静 或透彻的分析之外 充满的感性的词句 也是福始结识 至于写了些什么 我就不多说了 请各位读者朋友们自己去瓦解 好了 我就说这么多 谢谢各位 下面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张怀斌先生上台讲话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就说两句话 第一句话 我希望通过这本书 和大家交上朋友 第二句 这本书的收益 如果还有收益的话 那么这本书的收益 和另外五百万 将捐献给残战儿童保护中心 我的话说完了 谢谢大家 好 要知道这么麻烦就不出了 得了便宜还卖乖 有这么难吗 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现在人们缺的不是方法 而是胆量 你看了 随便翻了翻 去书店再买吧 不 我送你一本 我自己买 今天书兰姐来吗 她脱不开吃 给你淘点料 说 关汉生的调查案怎么样了 你们记着都不知道 我怎么会知道 总有写看法嘛 这跟看法没有关系 只要看他们 也没有实质的证据 听说他们有 我敢担保 老连长不会有问题 真的想知道我的看法 我可不是 来想喝茶的呀 既然关键证人杨刚已经不见了 是不是能够取消调查了 说实话 我真的希望这件事情 能够尽快解雇 我的看法和你正相反 首先 杨刚的消失就很奇怪 他打电话声称 受到人身威胁 家里也进了人 可唯一有理由 威胁他的人 就有充分的 不在现场的证明 那你认为他是说谎 其次呢 我觉得这封举报信的 出现时机很奇怪 刚好是你们官长 换届的时候 那么你觉得 说实话呀 开始的时候 我怀疑是你和关汉生 在搞权力斗争 好 说出来好 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 你没问题呀 而且你一直想赶我们走 如果你想扳倒 关汉生的话 没有必要这么做 即使受惠是仔细乌有 你也应该把我们 拖得越久越好 所以这不是权力斗争 感谢你对我的信任 关汉生受惠的可能 还没排除 汇款人出现之后 又失踪了 我们还得继续对查下去 不然的话 不仅是我们的工作没完成 就连关汉生自己 也没办法说清楚了 行 不过 别忘了你答应我的 尽快 当然 陈辉怎么样 陈辉挺好的 那帐本呢 放心 帐本绝对安全 现在可以走货了 怎么说 海关集资队 现在是群龙无首 关汉生停职了 这倒是个好消息啊 那你还等什么呢 抓紧时间走货 你还没给我押金呢 什么押金 该给你的不都给了吗 我说的是押金 什么押金 陈辉和账本的押金呢 大小姐 今天怎么有时间来找我啊 有事啊 我没事就不能来看你啊 说吧 又和关霜怎么了 你怎么知道 连招呼都不打 就来找我 肯定有什么事 姐 你说 我和小双我们是爱情吗 你别问我 我一圣女 我可什么都不知道 告诉你一句话 男人 不管活多大 他的心里 永远都像个孩子一样 敏感 脆弱 那你是说 要宠着他 是吗 就要讲究策略 那我要怎么做呢 你就想 这个男人 非常孤独 特别孤独 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可是我们之前在一起 很简单啊 他陪我逛街 给我买礼物 我们一直都很开心的 我觉得他现在变了 伸出你的手来 怎么了 你得到了什么 笔啊 对啊 我给你 你得到的是一支笔 在这个世界上 别人给你什么 你就得到什么 可是有一样东西里外 我给你 你得不到 相反 你只有付出 才能得到 什么呀 爱 好累啊 谁说爱是轻松的了 也许你才刚刚开始爱上冠双吧 这小子天天看报纸 挺爱学习的 现在啊 都是高智商犯罪 这犯罪分子学历都不低 那知识冤博着呢 这冯志摩我可没看出来 天天这么盯着 可真够枯燥的 行了行了啊 就你事多 我歇会儿吧 哎 到点了 该换班了 谁说的 还剩两分钟呢 你再盯会儿 你看这个表 那个表不准 你盯会儿 行了行了 盯会儿盯会儿 哎 冯志摩不见了 你还有多长时间完工啊 还要再等几天 还等啊 冯哥 你可是要把甲板下面全改了 这大白天的弟兄都不敢干了 行了行了行了 这个星期之内必须完工 知道了 知道了 另外再帮我找几个兄弟 顺便孔德 底子越干净越好 啊 放心吧 忙吧 出现了 吓死我了 我一个人丢了呢 行了 你歇会儿 我盯着 干吗呢 我知道你在 别装了 不是说好这段时间 不联系吗 你是说不见面 又没说不能聊天 你在哪儿呢 工作 那么晚还工作 还没吃饭吧 我去找你 忙 我需要你了 就在哪儿呢 你回去吧 你没事吧 我需要你了 你不在工作吗 我在家工作 不行吗 你就这么不想见我吗 我现在不想说这个 是我的问题 跟你没关系 那跟什么有关系啊 好多事儿 家里 工作 权力 还有阴谋 那我陪你待一会儿吧 你别陪我 你陪我的话 就真的跟你有关系了 你想一个人待着是吗 那你就自己待一会儿吧 你记着 你记着 你还有我 好 情况怎么样 没什么情况 谢谢们 辛苦了 就凑合着吃吧 方处 又吃汉堡包 我们都快吃成汉堡了 行了 行了 有吃就不错了 等任务结束了 我请你们吃好的 方处 不是我们几个发牢骚 咱们这么盯着 有必要 有情况 喂 卫管 听者 把队冯志摩的监视 从一级降到三级 全体队员今天晚上回家休息 整理材料 明天上午开会 你们做全面的分析汇报 制定新的计划 是 执行命令吧 执行命令吧 现在海达号已经被冯志摩买下 基本可以确认 他是为了走私玩物做准备 但是冯志摩买了船之后 却迟迟没有行动 那他每天都在干什么 在这儿 洪志摩从香港回来之后 每天除了赌博 就是去夜店 这段时间 他每天固定在海达号上 喝茶看报纸 中间去了三次发廊洗头 两次典当行 一次顾完成 就要走 我来解释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 也是整个布局中最精彩的部分 也是涉及到最核心的机密 我觉得不适合做扩大的汇报 委官 我是不是单独向你汇报 你的意思是 在座的各位 还不是你们那个核心机密的听众 还有可能泄露机密是吗 不是这个意思 那就开始汇报 银海506 刻到美沙走私案的陈慧 从我们手上溜了 这个女人掌握的材料 可以引导我们抓到一个走私大鳄 根据我们的了解 这个女人 现在在冯志摩的手上 又是你们那条大鱼的理论 我们想找到陈慧 大鱼也想找到陈慧 我们有理由相信 大鱼的人正在盯着冯志摩 甚至找他直接要人 那么冯志摩有两个选择 要么给 要么因为感情的因素 不愿意给 但是 我们对冯志摩的了解 更大的可能是 在有些好处的情况下 他有可能把女人叫出去 那还有什么问题 对方不愿意给好处 不是 对大鱼来说 陈慧太重要了 我相信他们愿意给 但是 他们要人要得太迫切了 站在冯志摩这个老江湖的角度来看 他应该已经意识到 自己已经步入了一个死局 如果不给 大鱼不会放过他 给了 大鱼也很难放他走 灭口 对 所以我们相信 冯志摩是在拖延 他在等一个时间点 到那个时候 他既能把文物走私生意做了 又能找机会脱身 显然他现在觉得 时机还没有到 冯志摩没有准备好 在等待时机 可是难道你们那个大鱼 就这么让他拖呀 他当然不想 但是 他对陈慧太过头鼠忌气了 他害怕冯志摩苟急跳墙 把陈慧手里的证据泄露出去 所以两边就这么僵住了 对 两边都在等那个时间点 吉兰 可是你还没有说 你们在干什么呀 我们什么也不能做 就是盯着 我们在等双方的博弈中间 寻找蛛丝马迹 找到陈慧 顺着摸到大鱼 同时收拾了风质膜 连锅短 我们现在要是一栋 风质膜有所察觉 立刻会对整个形势产生影响 那两边都有可能苟机跳墙 要么风质膜死在逃亡的路上 要么他把那个女人叫出去 到时候我们就前功尽弃了